大家好,这是个钢绳拖车扣 我们在户外拖车救援时 用这个方法,简单快捡,而且安全牢靠 首先我们将这钢绳打个半扣 然后将这绳头奔这个半扣底下给它穿过 形成个单截之后 我们将这钢绳头奔这个拖车杆当中给它穿过 将绳头奔上部绳圈当中给它穿回 然后再奔这给它绕回 将钢绳头压到主绳上面 切记这是最主要的 然后在我们拖车之前 中间这个绳圈一定要插上个杠杆 当它受力时,不缓截,不开扣 宁舌都不会开 插这个杠杆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它打死截 将杠杆抽出的时候 在我们不使的时候,一截一剪 非常的简单,而且实用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